泰国带路党扑灭 他进家族的回归为中国带来了重要契机 最近中泰两军正在进行英机2024联合演训 这被认为是中泰军事关系进一步加深的信号 几乎一同时以泰国前总理赛塔尔的被解职为标志的两场政治风暴 正在席卷泰国政坛 他近37岁的女儿贝东丹成为了泰国总理 而被称为泰国带路党的远近党 也在同一时间被解散 赛塔原本就是一位清华的总理 他的下台以他任命了一位有争议的内阁部长有关 这位部长也是他进的律师 贝东丹的当选不仅是他进家族在泰国政坛影响力的延续 也被视为泰国政治转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这场权力交接在48个小时内完成 非常平顺 就像安排好的一样 再后来泰国王室就宣布了他信的赦免令 还有5万名囚犯从监狱中被释放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想到了中国古代皇帝上位时的大赦天下 如果说泰国王室代表着最高权力 那么泰国军方又是阻导政局的关键 而他信家族的回归说明双方实现了全面和解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泰国突现了能够威胁王室和军队权威的带路党 只是抱不住火的 泰国宪法法院日前裁定解散了国会下议院第一大党远禁党 其理由是该党试图修改刑法中关于冒犯君主的第112条 这行为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常识 远禁党的被解散 加上其党魁皮塔等11名成员在10年内不得从政的经历 无疑给泰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 不管是皮塔还是远禁党 都是美国扶持泰国内部进行颜色革命的产物 令人震撼的是 这支政治力量已经发展成为了泰国下议院第一大政党 所以现在泰国王室军队和他信家族都因此而选择了团结 为什么说被禁止10年从政的皮塔是美国代理人呢 因为他是在美国接受讲决军教育的 在2011年被空投到泰国进入政局 随后又加入了青年领袖塔纳通所创建的新未来党 他在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下快速崛起 其主要支持者就是被网络洗脑的年轻人 皮塔的政治理念是完全的西方民主 动不动就说台湾经验和民主伙伴 这等于在执行反华青美路线 那么据说台湾地区当局资助的奶茶联盟 就是关键的非政府组织 泰国的新未来党和远近党的主要政治主张 是压制军方权力 推翻军主制 到了2020年 泰国法院认定 新未来党接受了境外非法捐助 基于其违法行为被强制解散 于是唐达通把皮塔推出来 换了个名字又叫远近党 结果还是成了下院的第一大党 而该党的被解散 最终让他信家族获得了翻身的机会 在美国的授意下 联合国人权事务局高级官员 对泰国解散最大反对党表示深感酸 认为这破坏了民主进程 并限制了政治多元化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贝东丹当选泰国新任总理 表示祝贺 并期待中泰关系能够继续优化发展 强调了两国建交50周年的历史机遇 如果你再回顾一下 英拉在位时的中泰关系 我们对贝东丹政府真的有太多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